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点12分30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这个台风葡萄桑 它越来越接近台湾 虽然它不会直接的影响台湾 但是呢以它的路径来看的话呢 它会从我们的北部地区穿越 所以呢北部地区的以北的海面呢穿越 因此呢对于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人就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间接影响 它的外围环流呢会导致降雨 所以今天呢包括了东半部地区 还有桃园以北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都大幅度的上升 好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出门呢 不要忘了攜带雨具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时音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高达80% 所以请北部地区 桃园以北地区的朋友们呢 出门不要忘了攜带雨伞 那到了中部地区就相对稳定了 包括了新竹以南 然后一直到南投彰化 降雨几率呢只有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南部地区则主要的形态呢 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呢也有60% 那么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澎湖地区晴蚀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受到了葡萄桑台风 在接近我们的北部海面的影响 所以对于台湾呢 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就很明显了 包括了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 尤其是东北部地区的宜兰 降雨几率都相当的高 南部地区呢 也有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所以今天呢 只有中部地区是相对稳定的 那至于目前的温度呢 台北台中高雄台东 目前都只有27度 受到这个低压带 然后有雨的影响 云量也增加 所以呢目前的温度 其实都并不算特别的高 那么台南目前呢 是29度 宜兰跟花莲现在只有26度 澎湖27度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但幅度都不大 道琼工业指数呢 最后小跌了15.90点 收盘指数是41606点 跌幅0.04% 纳斯达克则小涨了35点 收盘指数是17628点 涨幅0.2% 标普百指数小涨了1.49点 收盘指数是5634.58点 涨幅0.03% 费成半导体则小涨了1.66点 收盘指数是4912.10点 涨幅0.03% 昨天因为中秋节 它被股市修饰一天 所以如果我们去统计 美国呢 在礼拜一礼拜二 两个交易日呢 它累积的这个涨跌幅来看的话呢 道琼工还是累积上涨了 0.51% 今天凌晨呢 是来到了历史高点之后呢 拉回小幅度的整理 而纳斯达克呢 则是累积两个交易日呢 是小跌了0.32% 标普百指数呢 累积两个交易日 上涨了0.15% 而费成半导体呢 则是累计两个交易日 下跌了1.37% 好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呢 包括了NVIDIA跟台积电啊 那么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下跌的 NVIDIA呢 下跌了1.02% 那台积电呢 的ADR是 礼拜一礼拜二 两个交易日都下跌 那今天凌晨呢 继续下跌了1.02%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出现了上涨 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 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 黎巴嫩 那么遭遇到了 席籍 这个席籍的 情境非常的特别 它是由 真主党成员 最常使用的 呼叫器 这个 只要 要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 才知道 这个产品啊 我们俗称叫做BB Call 这是上个世纪呢 在智慧型手机 还有这个手机呢 还没有 普遍的时候呢 非常流行的 联络工具 好 结果没想到呢 真主党呢 他们所使用的 呼叫器 出现了 全国多处的 集体爆炸 反而导致呢 真主党的成员 目前至少有 9个人死亡 2800人受伤 这个让呢 中东情势呢 突然之间呢 紧张情势又再度的升高 所以呢 就推升了油价 纽约油起货价格 上涨了1.1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1.19美元 而拜布兰特原油 上涨了0.9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3.70美元 涨幅1.31%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芝加哥黄豆起货 小涨了0.15%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在贵金属的部分 在前一个交易日呢 黄金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 出现了拉回整理 那么黄金的今天凌晨呢 下跌了16.5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2592.40美元 跌幅0.63% 而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0.5% 铜的期货跌了0.01% 白银的期货 上涨了1.85% 那么当贵金属的下跌 也反映的是 美元指数呢 在联准会 这个会议结论的前夕 然后出现了转强 上涨了0.199个百分点 来到100.9 那这里面美元 其实主要是对英镑 还有日元都升职 那因为这一次的超级 央行州不是只有联准会开会 包括了英国央行 还有包括了日本央行 都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那这一次呢预期的是 美国要降息 但是英国呢 可能要再观望 要不要降息 而日元的部分呢 则是会先暂停升息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再升息 那无论如何呢 英镑对日元呢 在这个举行会议之前 对美元呢 都转趋于弱势 拉回整理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上涨了31点 涨幅0.3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37点 涨幅0.5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上涨了92点 涨幅0.5% 那至于亚洲的部分 其实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这是亚洲大概普遍的假期 所以呢 包括了中国大陆 已经联休两个交易日了 这个香港的部分呢 则是昨天跟前天都开盘 那么但是呢 今天是休市一天 日本呢 昨天呢也开盘 那日本的部分呢 昨天是大跌了2.06% 那么在香港的部分 昨天是上涨了1.32% 而韩国呢 则是连续两个交易日休市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几天早报新闻 首先呢 但是美国呢 在联准会开会前的最后一个经济数据 8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 其实是由于预期的 那细看数字呢 又有一些消费呢 趋于这个谨慎的情况 首先呢 是8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 月增0.1% 这比预期的月减0.2% 要来的好很多 那之所以预期呢 会减少 是因为7月的数字太好了 7月呢 是月增1.1% 所以呢 估计8月份呢 会稍微的缓和下来 好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还月增0.1% 但是啊 那么如果说你细看这里面呢 如果扣除掉 因为加油站啦 还有包括了扣除掉 汽车啦 这一些呢 那么这个 它固定性质比较低的 这一些相关的 这个销售来看的话呢 它的月增0.1% 这比预估的0.2% 要来的低 也比7月的月增 0.4% 要来的低 整体来说呢 8月份的零售销售 确实是要比7月份 来的放缓 另外呢 7月的储蓄率呢 也降到了2.9% 这比6月的储蓄率呢 还要来的低 而且都比2019年之前的水准 要来的低 好 这个是零售销售数字 数字不差 但是呢 市场上人就认为 联准会现在降息两码的 几率大幅度的上升 就在这个周末 那么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 认为降一码的几率高达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五 认为降两码几率 只有百分之十五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突然拉平了 变成降两码 跟降一码的几率 各百分之五十 而现在呢 Fedwatch最新的 这个利率期货市场 所显现出来的 认为降两码的几率呢 来到了百分之六十三 然后认为降一码的几率呢 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而且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呢 都认为应该要降两码 那这里面都前官员 比如包括了联准会 纽约联准银行的 前总裁杜雷 还有包括了 这个达拉斯联准银行的 前总裁卡普兰 以及曾经担任过 联准会资深顾问的 English 三位前官员都 异口同声的认为 联准会如果不想后悔的话 就应该要降两码 那么主要的原因 他们认为 那么现在如果速度太慢 可能无助于缓解 劳动市场呢 向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所以一定要来的 又急又快的降息 而有债券天王之称的 刚雷克 他则是呢 这个现在呢 也认为可能会降两码 他认为呢 降两码的几率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他认为到年底之前呢 应该要降1.25 到年底之前呢 应该要降1.25个百分点 也就是到年底之前 三次会议 一共要降五码 那么而且他特别提到说 现在三年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降到了3.6% 比现在机枕利率呢 整整降了1.7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 如果联准会呢 在两年之内呢 没有办法降到 这个1.75个百分点的话 市场反而会出现 失望性的卖压 好不只是美国现在呢 降两码的几率大幅度上升 加拿大央行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也强调 因为目前呢 加拿大的这个通膨率 已经降到2.5% 创了40年来的低点 而且但他的失业率呢 则上升到6.6% 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所以暗示呢 加拿大央行 接下来会降息两码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市场上担心衰退 而降息两码的预测 现在越来越上升 那么联准会降息 其实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一个呢 是当然这个 对于其他的央行的降息呢 都会有释放效应 尤其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呢 可以更放心大胆的降息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今年以来呢 新兴市场呢 吸金的金额大幅度上升 一方面呢 是债券市场 就包括了这一些固定收益的 以8月份来讲呢 新兴市场呢 吸纳的资金就高达309亿美元 其中呢 不包括中国大陆的 这个股债 光是一般的 这个新兴市场的 债券市场就吸纳了278亿美元 中国大陆也吸纳了 14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另外在股市的部分 新市场呢也流入了17亿美元 而中国大陆则是流出了18亿美元 今年以来呢 新市场吸纳的资金已经达到了 1865亿美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的智库 ZEW所公布的投资人信心指数 哇这快速的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来到了百分之三点六 这是一年多来的新低 比前一个月的百分之十九点二 是大幅度的下跌 而且呢对于 这个现况指数呢 则是快速的滑落到 负的84.5 所以现在呢 德国对于现在的现况 以及未来的前景 投资人信心已经是降到了谷底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微软昨天呢宣布 它的季度 就这一季的股息呢 大幅度的调高百分之十一 由上一季的75美分 上调为83美分 而且呢 要执行高达600亿美元的 库长股计划 这使得微软的股价呢 涨了百分之零点八八 也是呢今天凌晨呢 那美股上涨的重要推手之一 另外呢英特尔 英特尔呢宣布了自救计划 几个重要的 包括了把金元代工分拆 然后成为独立的子公司 而且可以接受外部资金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大幅度的缩减 这个成本 包括了年底之前要关 全球三分之二的办公室 并且呢对于德国跟波兰的 投资呢要暂缓 延后两年 那么取消马来西亚的 扩厂计划 那第三个部分呢是跟 亚马逊来合作 一起研发开发 有AI结构晶片 交给他的这个金元代工的 独立子公司来运作 第四个部分当然就是美国给钱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呢 提供了30亿美元的 基于国家安全呢 提要求英特尔这个代工的 这一个这个这个晶片 好所以呢 这使得英特尔的股价 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大涨了6.36% 礼拜二呢继续上涨了 2.65%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有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呢 下修今年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预测包括高盛 摩根斯林里还有花旗 分别下修到4.6%跟4.7%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刚刚提到港股的部分 昨天有开盘上涨了230点 收盘指数17,652点 涨幅1.32% 那至于入股的部分呢 则是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修市的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在昨天修市 礼拜一的时候呢上涨了90点 收盘指数21,850点 涨幅0.42% 但是呢因为一方面中秋节要休假 再加上呢礼拜二礼拜三 美国联准会的会议 礼拜四台北时间凌晨呢会知道 那时候呢市场可能会有更明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成交量萎缩到只有 2360亿元 创今年的次低记录 OTC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0.78点 涨幅0.3% 外资跟自营商仍旧站在卖方 外资卖超了20亿 而自营商卖超了51亿 那至于在投信跟八大行库的部分呢 也是买超 则是买超 投信买超24亿 八大行库买超 8.71 1